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让我错误的以为冬天那么好过 结果去年就来了个猛的 大雪纷飞好不壮观 雪国人民自然不能错过这样的大雪 我们这一家从来没划过雪的愣头心 愣是懵懵懂懂的跟着小伙伴 去了日本长野县的白马滑雪场 三脚下租了装备就愣头愣老的坐上缆车 下车就猛圈 艰难的穿着滑板站起来摔倒 站起来摔倒 站起来摔倒 几次以后索性就不站起来了 好不容易一路滚完第一个大坡 我对滑雪也产生了非常大的距离感 之后七小姐成功入坑以后呢 每次去滑雪场练习 我都只能和可乐在旁边打雪仗 为了能全家一起享受心谢的雪季 今年重新整理心情 先给自己买了一套单板装备 再给可乐买了一套双板装备 全家一起滑雪去 虽然进入冬季 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但是赶上好天气呢 蓝天白云下的月后平原 变成一片白茫茫的雪原以后 倒也非常壮观 来到了雪场迫不及待的换上装备 两个新人还不敢乘坐缆车 只能抱着板走上小坡 然后跌跌撞撞的滑下去 小孩子学滑雪简直令人羡慕 因为个头小重心低 可乐简单的试了几次 便可以平稳的下滑 之后朋友更是主动提出 带可乐去坐缆车 由此可乐便算是打开了滑雪的大门 看着可乐和七小姐 一趟趟的坐着缆车 开心的放坡 我也暗暗的立下了flag 今天的目标是要乘坐缆车 在七小姐的鼓励下 天干黑 我便鼓起勇气第一次上了缆车 决定第一次去挑战lift 坐缆车 还不知道下车会不会摔 或者说会摔成什么样 第一次乘坐缆车 还是有点小紧张 坐好了 初次坐上来了 坐上来了 滑雪的第一次lift 好高啊 有点吓人 可爱 可爱 紧紧的拽着扶手不放 都说坐缆车是新人的第一道坎 我也毫不例外 下缆车的时候狠狠摔了一跤 学习滑雪 虽然一路摔了不少跟头 但也让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 心谢的冬天 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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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不许可差点 还要请两半 再来一次 等爸爸就烫 要烫多滑下去了 你在这里给爸爸加油 赶快点 换爪呀 拜拜 拜拜 希望不久的将来 视频前的你也能来日本和阿奇一起滑雪哦 我是住在日本艳三条的重庆人阿奇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转发哦 这会成为我制作视频的原动力 谢谢拜拜